我懂了 你懂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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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 爱人类籍 去给 都 都在心啊 不顾着你 我靠开了 本来要放心啊 就算死了 他不 怪我这个 爱人不能 再给父亲开刀的钱一晚 一个稍微年长的医生突然劝老王再想想 说是一把年纪 治好了能挺多久还说不准 治不好 二十年存款打水瓢划不来 道理似乎能说得通 但是老王也记得以前老妈讲过一个故事 说是在他还没上学之前 村里人也劝父亲把自己扔掉 说是孩子老人受过损 一辈子治不好 老家镇上有一个爱吹牛的混混 总爱调侃老王 他说老王能在城里买上房 他就能让地球停转三天 是能买到房子的 诶 批你怎么能买点 这批你 老别分别 不买啊 反正一个人 能不能买上房好像也不太重要 但是老王依然讨厌被人在背后指手画脚 有些事 他不太想让父亲知道 比如买卖做得小 还欠债 甚至被人说活得像个孙子 拿腰刺 你都把 啊 有有有 五吧 五五五吧 给他 然后 才从眼上拿出来的 是这里不会骗你的 嗯 我怎么看啊 我知道啊 再这么明白也不可能 对 好在上了年纪 上了年纪活得像不像个孙子已经不重要 为了让父亲踏实 老王额外把他的四百块低保钱加给了父亲生活费 他打电话告诉老爸说买卖做得好 但不能生长 他说能为家里顶娘的 不用说出来 是儿子就不可能像孙子 那 他会参与我的 和你 赝 我